7月27号呢 徐珍所指导的新片《港九》 举行了宣传活动 这次呢 徐珍没有带上自己的好兄弟黄博 而是选择了在电影上 没有多大名气的鲍贝尔 自从接拍了《港九》呢 鲍贝尔就遭受了 有史以来最多的恶品 这次电影的宣传啊 他竟然现场赌起这些恶品 虽然一开始呢 还嘻嘻哈哈 但是最后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 是不是丢东西了 找不到了吧 在我这呢 因为太拥的大获成功 观众似乎对徐珍 黄博 王宝强三人的黄金组合 形成了观影习惯 可是大家都知道 这次在港九里 王宝强换成了鲍贝尔 于是一大批影迷 早在港九开拍之初 就发起了鲍贝尔滚出港九的话题 表达出对鲍贝尔空降的不满 这次鲍贝尔首次 以港九主演的身份亮相发布会 没想到徐珍竟然安排让鲍贝尔自己来读网友们的恶评 想想也是够拼的 不知道你在网上没有看到一些黑人的一些评论呢 什么之类的 嗯 有时候会看 但是自动过滤的 今天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些网上黑你的评论 然后我觉得如果是 我觉得这样好不好 我们让鲍贝尔自己来念一下 让他来感受一下来自于网友们深深的合影 深情并茂 自己读一下 对于此章小编只想说 徐珍你好读哦 第一条 鲍贝尔刷新了我对男演员颜值的底线 二 长得丑不代表能搞笑 长得傻不代表能演好傻子 三 为什么会选择鲍贝尔想吐 四 鲍贝尔就一太监也想红 什么 鲍贝尔就一太监也想红 你告诉他你不是太监 我要正经给他看 如果说一开始鲍贝尔读着这些恶评还是嘻嘻哈哈的 那当他读完整整十条负面评论之后 鲍贝尔 鲍贝尔 该干嘛干嘛去 鲍贝尔 鲍贝尔 该干嘛干嘛去 鲍贝尔 其实这样 小鲍眼睛里颤着泪光了小鲍 没有 原来鲍贝尔的眼泪已经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即便这一切的恶评他都早有思想准备 我前一阵就在别人说鲍贝尔滚出港口的时候 我有写自己写了一封信 然后想发 后来觉得又太矫久了 然后就没发 今天你们就 你们这个光线是我自己 是我自己的经验 肯定是 要不然是咱也想讲 不过前辈徐征的一句过来人的话 倒是给了鲍贝尔一点慰藉 想要红就得习惯恶评 我跟你说 你什么时候能读这些评论 就是说不口 你就成了 这个你我也没有哭啊 我是干点证 早在2013年 那时的鲍贝尔连个腕都不算的时候 他的戏路已经开始和王宝强重合 外界当时就对他产生了深深的质疑 一个娱乐圈有两个王宝强真的有必要吗 王宝强老师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可能走不过他 你比如说 那个时候也有别人问过我 说如果太久王宝强不演 我演会演得比他好吗 我说不会 那个角色就是为王宝强量身定制的 而且宝强老师 人家你可能没有看过他 哈喽树先生演的 那叫一个棒 就我可能我这辈子都不会超越 我只能说做我自己 慢慢演好我自己每一部戏 对 其实娱乐圈哪个明星 还没遭受过恶评呢 想要在这个圈子里 红得长长久久 很多时候鲜花鱼板砖齐飞 虽不知道哪个会先来到 但碰到了那就先接着呗 就像徐真说的 什么时候笑着看着这些恶评 包贝尔你也就成功了 新日在线北京采访报道